碰到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 你在这封装完之后 你得返回这个封装的数据 也就是这一套封装的数据 但是封装的数据应该是什么类型返回呢 不知道 你能直接在这 收拾一个叫account的这种类型吗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通用的方法呀 通用的方法就是应变所有的可能 在那写上 不行 老师T是啥呀 T是范形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 你传什么进来就是什么 那这个T怎么给呢 要在你的 类上边生命 在类上边生命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二种是在类的上面生命 这个T 就多了一个T了 这个T等于就是你在拗这个类的时候 你可以传一个尖括号 这个东西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经常拗那个array 例子 是不是有个尖括号这个东西啊 大家 带了个小号 所以你可以传个类型进来 就举个例子 我拗了这个歌 然后我传个尖括号 这地方写啥呢 比如说我写的是叫account 那这一行代码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 等一会儿 这个地方执行查询完毕 将返回的是一个 account的类型对象 那假如我这不写的是account 我写的是 叫lease监扣号account 那下面这个T啊 它对应的就是 类似的监扣号account 能不能听懂啊 大家 所以呢 在这呢 不写具体类型 让用的人啊 传进来 这就是范形 通常在定义这种通用方法的时候 就怎么用的 整完了 再强调一次 你不懂这个东西啊 不影响你开发的 好了 我就写个T了 那你这收的时候 你收到什么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返回什么东西啊 我只能说 你给我返回一个T 最后Return T 当然如果出现一场 下边你就Return 空了 就没用了嘛 就是 好 那现在这个curry这边 我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 现在有个问题啊 你这个handle方法 你把公表放过来 它是没有返回值的 对不对 也就是咱们刚才定义的这个机构 是不是没有返回值啊 所以这个地方得写什么呢 他说你也得声明啊 这上面呢 再加上一个T 把它加到类的上边去 加类的上边的好处 就举这边的例子来说了 加类的上边的好处就是 这个大的 大公号里面的所有方法都能用这个T 当然你可以加到方法上边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在这样的假设 还可以在这样的加上了一个 这可以加到方法上边 就是刚才咱的第二种选择了 一种是加到类的上边 一种是加到方法上边 加到方法上边呢 它就有局限性了 代表的意思是 这个T啊只能在这个方法上用 你在别的方法里面呢 是不能用这个T的 明白不明白啊 它其实对应的就是声明啊 把它放到类的上边 但是注意啊 这个T静态方法只能放方法上声明 因为静态方法是不用拥这个类的对象的 只能放方法上 好了我就放这了 那注意看 这一天这个A啊 在实现的时候 把这个删了 或者我住掉 重新实现 大家注意观察 实现的时候 它这个是Oppogent 邵老师你这打是Oppogent的呢 T对应的是Oppogent的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变了呢 可以啊 怎么变 你看这是不包网线呢 再加个T 不加T了啊 这加Account的 当然你没有这个类的 我在这呢写个Account的出来 Dubay有没有Account吗 有 A-C-C-O-U-A-T 导包 然后注意观察 就变成Account了 所以以后谁要封招数据 你只要带这个监控啊 写上你想要的数据 我这呢就是返回数据 当然你再下个你的封装 好 来封装一下 就是这个Wire循环 把它给拿过来 然后 这都要抓异常了 然后你在这呢 循环一次 你就 Account 那接下来 你就用A-C-C-O-U-A-T SedNate 咱们怎么有02去了 定义的就是02 什么 A-C-C-O-U-A-T 点上SedMoney 最后你返回这个account就好了 但是咱们这个地方呢 它既然说的是account呢 咱这其实可以不用玩有什么 你写的 if我就行了 因为 你既然说你发表是一个嘛 你怎么写了 好了 那咱这边就写好了 下边呢 有错 这个地方要强转 因为object呢 你这个地方得强转一下 强转能体 所有全部搞定了 大家 全部搞定 好 那现在就可以用了 怎么用啊 这curry方法 现在就直接用了 目前看一下 这个能不能输出了 哪个地方有错 点一下 我存一下 OK了吧 这个curry方法 是有法会值的 我在这儿就可以接一下 接一下 但是这个一段是不是还呈现的是t啊 那这个怎么让它不是t啊 这怎么让它不是t啊 因为你在这儿呢 就写啥还是t就不好了 应该是这个地方 你传过来的是什么 它返回就是什么 你加个t 再把功表放张 这样发现什么呀 这好像没有斜了呀 保存一下 new a这个地方 这也要加一个参数 这应该不用啊 因为咱们这是接口里边加的 a不用加这个方向 它说什么呀 说这个strin里边的 这个result side 不识别这种conven里边的a 因为咱加到什么去了呀 加到上边这去了 应该加的是a这个地方上吧 你这就别加这个了 OK 你加这个t呢 直接加在方法上吧 或者不加这个lay上吧 加这就回了 OK 那现在想的是我的方法上 我自己找这个t 我不找这个lay了 光标放到这个curry上边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方法的方法就变成了conven 接一下 ACC O U T SY SO ACC O U T 第2 toString 这有没有写toString啊 有写 啊 来执行一下 找这个叫typecurry方法 执行 你看这话就没问题了 查询呢 我是根据ID去查 当然你可以根据这个什么名字去查 也可以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通用的查询语句 那把这一块封装的数据 这个动作呀 交给调用的人去封装就好了 连起来写的话 这个地方连起来写的话 应该是怎么写 不要new这个A了 new result sack handle 监扣号写上 ACC O U T 实现里面的方法 光标放到这 它就变成account 假如你这个地方呢 监扣号不写account 写的是 类似监扣号account ACC O U T 实现里面的方法 大家看 返回值 导 光标放到这 你看这个地方返回的就是 绿色集合 好了 那这个就是跟咱们昨天用的 那个db utils的做法 是一样的 所以人家的内部就是这么做的 这一段代码跟下面的qray的代码连起来看的话 他们看的能够 很舒服一点 如果你把那个A